。 大家好我是蝙鳥今天要為大家帶來這顆教條的起源 我們上一次解決了標像問題 我拘捕我拘捕我拘捕 我会看 Sekhmet祝你 他的家是在市场上 但先查一下 我拘捕你再拘捕 勇士不见了 晚上 晚上要表演了 勇士却不见了 喝到挂了 完全一个摊在那 我的手的位置好像有点尴尬 喝这么醉 表演不知道怎么办 对了 我把他丢到这里面醒酒会怎么样 欸醒了醒了 喔没有 搞什么吗 这个好像是人家祭拜用的 神圣池塘 我拿来醒酒好像不太好 喔终于扳到了 这个人已经这样了啦 几次 喝挂再加上被我泡了水 喔 莫莱塔 你认识自己 你认识自己 在救我 我犯人 你认识 我犯人 阿...這個阿 伊斯麥特 那他什麼等我啊?我是...我是... 我應該是暴了屍體之類啦 可以吧 我應該是我的天啊 不是暴力啊 啊 哎 馬克的丈夫 居然超過那個天秤 好強喔 打都不透啊 哇 讚了 二十天 開大 尚尼盾 連開大都打不透 啊 這樣怎麼贏啊 而且每次我表演就等於是重來的感覺 雖然故事是持續講下去了 快城府啊 為什麼要找那麼強的來當伊斯瑪特啊 注意看 伯父 伊斯瑪特強 我知道我已經被打到黃金刺了 伊斯瑪特讓一讓啊 我們這是表演不是嗎 欸欸欸欸欸欸欸 痴 痾痾痾痾痾痾 痾痾痾痾痾 我已經發現你的陰謀了 你就放過我吧 好 看我的大絕 終於破了 第一格呢 快要一半了 啊 完了 又要補滿了 好像沒有玩補滿了 不要欺負女神好嗎 我起碼要打掉 可能要打掉第一格 不會讓他扣血 吃我一個大 嗨 還好還好 再一盾 破盾 大絕沒了 我是獅子 感覺就還要打很久 我們來說說 之前先跳過了賽赫美特的神話好了 一邊打 剛剛祭司說的還差蠻多的 在1876年開始 考古學家們陸陸續續的在新王國第五王朝的皇室陵墓中 找到一本 天國之牛書 經過一連串的拼拼湊湊 終於在2003年 Simpson發布了目前最完整的英文翻譯版 我接下來說的基本上是根據這個翻譯 很久很久以前 偉大的拉神化為肉身 成為人類跟眾神聯合的國王 然而 人類在拉的威城 生命 繁榮 健康 逐漸老去 骨頭變成銀 肉體變成金 頭髮變成青青之石 計畫了針對拉的陰謀 這事情被國王陛下知道了 他彷彿隨從 去把我的眼 書 大氣之神 泰府 努特 潮濕之神 蓋布 大地之神 努特 天空之神 以及我在混沌之水時 就在我身邊的父母找來 還有 努恩 混沌之神 並請他帶上他的朝城 偷偷的找來 避免人類看見而嚇跑 一起到大皇宮開個會 結束後 我可能會返回混沌之水 那個我化為肉身的地方 大皇宮裡 神們在陛下旁邊排成兩排向他行禮 方便這位人類的製造者 平民的國王說話 而我們說話 以便讓我們聽見 眾生說 讓我化作肉身的最領長的神 先祖的神啊 看那從我眼中產生的人類 正密謀反對我 告訴我 這情況下 你會怎麼做 因為我在想辦法 試著在聽到你要說的話前 不要殺了他們 拉對努恩說 我的兒子拉 你是位比你的製造者還偉大 比你的創造者還高貴的神 坐在你的王座上 最好就是利用他們對你的恐懼 當你的眼看著那些反抗者的時候 努恩會答 拉看著人類說道 看他們已經逃到沙漠了 他們的心害怕我跟他們說話 拍出你的眼 讓他替你懲罰他們 懲罰那些偷偷摸摸的陰謀 沒有比眼睛更適合的了 讓他作為哈索爾下去吧 眾生說 於是哈索爾 就前往沙漠屠殺那些人類 回來之後 國王陛下對他說 歡迎和平哈索爾 為我做事的眼 你給我的生命 讓我比人類還要更強大 他讓我的心感到愧疚 女神如此回答 國中的國王 應該要有比他們更強的力量 現在可以暫緩減少他們的數量了 國王陛下拉說 聽完這話 哈索爾放下心中的愧疚 化身成為母師型態 強大的賽浩美特就這樣誕生了 接著 情況就開始失控 賽浩美特對人類展開大同商 大量的血形成湖國與河流 他走在上面 並把血混著啤酒喝下肚 拉看這情形嚇到了 他決定終止懲罰任務 然而賽浩美特卻不聽他的指令 召喚我敏捷的信使們 跑得跟生意的影子一樣快的那些 拉說 馬上這些信使被帶到國王面前 國王說 跑去野部 幫我拿回大量的紅酒石 炎料帶回來後 國王陛下下令他的隨從 磨碎這些石頭做成顏料 命令他的女僕製作大量的大麥啤酒 他把顏料加在啤酒中 調成人類血的顏色 一共製作了7000罐 偉大的上下埃及國王拉 跟眾神一起看著這些完成的啤酒 天亮了 賽浩美特的屠殺也告一段落 準備休息 拉說 太好了 我應該可以用這個 從他手中拯救人類 把啤酒搬到他接下來要屠殺人類的地方 拉如此下令的 完成後 拉將大量的血色啤酒倒下 酒醃到三個手上那麼高 賽浩美特以為是他的成果 很開心的就把這些喝下肚 喝得爛醉 一直喝到感人不出人類來 拉就對他說 歡迎和平 美麗的女神 美麗的女神這樣被帶到伊姆 拉吩咐女仆 在她每一季的大餐中 都為女神準備安眠藥 從此之後 人們在祭祀哈索爾的紀念上 都會讓女仆去準備安眠酒 哈索爾也就被稱為酒醉女神 這件事情告一段落後 拉向眾神說 事實上 我的心要跟人類待在一起 已經太過脆弱了 我想要殺他們 但我沒有做到 現在 我已經對他們的數量沒有興趣了 眾神回答 別躲在你的軟弱中 你有那個力量 可以擁有你想要的一切 然後國王 並沒有理會 他對努恩說 我的四隻是虛弱的 我不會回來 直到另外一個循環超過我 努恩聽完國王的話 吩咐他的兒子跟女兒 我兒子說 你的眼睛 將會保護你的父親 我女兒努特 將他放在你的背上 怎麼辦 我的父親努恩 努特回答 別幼稚了 努恩說 於是努特就變成一頭母牛 將偉大的拉放在自己背上 起飛前 一些人來到起飛處 我們來此 希望能打倒你的敵人 打倒那些反抗他們創造者的人 他們說 但國王陛下坐在牛的背上 並不打算跟他們一起去 經過了一晚的準備 之前白天的時候 帶了弓箭 射向拉的敵人 然而拉並沒有表示開心 她說 你的卑劣就在你的身後 屠殺著 讓你的屠殺遠離我 隨後他們便起飛前往天國 創造了新的和平的國度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我也是時候把這根傢伙打倒啦 這樣站起來我覺得 這樣不要開大反而比較好打 因為不開大的時候 這個 節奏是固定的 敲破盾 後一三下 開大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加速 反而 反而這個 節奏跑掉了 就 沒有辦法 順順的輸出 破盾 什麼 不是 是 我現在是煙女神啊 快了快了剩下一點點了 伊森麥特四項點 別這樣啊 我們已經打夠久了啦 看我最後終結你 終於打完了 打這麼久 累死人嗎 巴埃克的體力還真好啊 我可以誓誓你自己是個血吃的 啊 我會誓誓你自己是個血吃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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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集辛苦了算都是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留言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和直播喔 還有FB的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拜拜